我的家鄉在那路玩 你的家鄉在那路玩 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 手牽著手 心點著心 一起唱著我們的歌聲 團結起來 相親相愛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太會唱了 我是韓國瑜 市長我們剛剛在跳這個 我們都是一家人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看到這個跳舞的下一步 就是這樣 但是媒體很關心你的下一步 為什麼去聚餐很好 所以市長你跟媒體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的下一步 那我跟克萊爾先來跳一下 抱歐我的家鄉在那路玩 你的家鄉在那路玩 不是 不是 好啦好啦 在幹什麼 我在這邊接受訪問 只有兩個人跳起來 克萊爾黨 你是克萊爾黨的執行活動嗎 我是克萊爾黨的精神領袖 精神領袖 這位是黨主席 黨主席 那你的黨主席的問題 你自己跟大家說 是不是 好啦 謝謝 謝謝 謝謝韋翰還有克萊爾 大家好 我是韓國瑜 剛剛我們這一唱歌 就唱了忘我啦 其實我們接受採訪 但是我們今天更是要直播 大家要看鄉民大會 我就是韓國瑜 但是很久沒唱歌 但是一直唱了忘我 但是現在你看看 我雖然這個 已經省影了大概三個月 可是大家還是想起我 媒體版面 現在通通都是我的新聞 是不是大家又希望我重新付出啊 不過前幾天你看看 我跟高雄市府團隊 這樣殘序 結果又跟這個國民大行的全代會 又撞在一起 也有人說這是陰謀論 為什麼不去參加這個全代會呢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其實我的殘序 早就已經訂好了 我怕這個餐廳不買我帳 是不是 所以說還有現在 竟然還指明說 我要選2022的台北市長 反正謠言士氣 我現在不管 我以前有說 我不考慮2020 但是我沒有說 不考慮2022 不是不是 反正就這樣 反正距離2022 時間還很久 我現在還是過著 閒雲也喝的生活 到時候再說了 謝謝大家 好 那麼今天這個鄉民大會 趕快來介紹我們特別來賓 第一位 第一位我說實在不想介紹他 特別從高雄市上來 他怎麼如影隨形 我在台北市主持節目 他也跟來 就是打我打得最兇的 高雄市議員陳志忠 市長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市長有空回來高雄 我們去做那個小摩天輪 好 你看看 以後再消遣我 大摩天輪沒見好 但是小摩天輪請我去做 我也OK啦 可以啦 好接下來第二位 第二位就是這個顏值擔當 是我們的帥哥 台北市議員李柏毅 市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市長下次有參會的時候 記得找柏毅一起吃一頓 你不要再拖累我 我找你去參序 到時候國民黨全代會又怪罪下來了 又說我們什麼有陰謀論 沒有這回事 就剛好撞旗 就這麼簡單 好接下來第三位 就是我們雅虎最帥的評論員 剛剛跟克萊爾跳舞 跳得很起勁 是我們的黃偉翰 好 謝謝這個市長 這個給我機會 這個謝謝所有鄉民大會的網友 我是韋翰 好好謝謝 那第四位呢 這個可以說是 打遍天下無敵手 變才無愛 是我們兩岸政策 研席會的這個副秘書長 是我們的 張雨韶 嘿嘿嘿 市長喔 除了吃飯要找我之外 你現在應該很有空打麻將了吧 三缺一的時候找我 我一定到 唉唷 哇這個 我先問一下打多大 打多大都無所謂啦 這個消遣消遣 娛樂娛樂一樣 現在沒有官職的話 你看大家都不用再追我了 追我的新聞 但是不追我的新聞 我的新聞 還是要上這個媒體版面 這很奇怪 好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 克萊爾黨的永遠的這個 鄉民女神 是我們的克萊爾 市長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妳剛剛跳舞跳得開心嗎 開心 是跟韋翰跳開心嗎 跟大家跳都開心 好會回答 太厲害了 所以說這個要當一個黨 黨精神領袖 這個要有智商 好 那我們 那克萊爾妳要幫我們節目做推薦一下 好沒問題 鄉民大會的YouTube頻道已經開張囉 還沒有訂閱開啟小鈴鐺呢 趕快去開啟 記得要聽美女的話 好 那麼我們距離2022 縣市長選舉都還有兩年多 但是好像台北市長 這個前哨帳已經悄悄的開打了 我們這個雅虎呢 也有去接訪這個民眾 聽聽看民眾對於這件事情 有些什麼看法 我們看一下 蔣萬安表態要參選台北市長 最想看誰跟他對決 民進黨就派賴清頭出來跟他對決 副總統急著來跟他才有拚頭啊 陳時中比較會上 那就是阿中啊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他 那應該是跟他差不多 顏值的Wino吧 覺得誰的勝算比較高 蔣萬安軍公交應該還是會投獎 可能陳時中吧 陳時中民生比較 名氣比較大吧 黃珊珊 對對對 誰的勝算比較高 覺得還是蔣萬安比較高 他在做事服務百姓方面都做得還不錯 他上次的得票相當高 現在比較夯的應該是陳時中的呼聲也很高啊 蔣萬安不知道耶 感覺他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政績 大概就是帥吧 黃珊珊吧 黃珊珊跟蔣萬安誰的勝算比較高 蔣萬安 知名度上蔣萬安比較大 然後黃珊珊畢竟是民眾黨的 那民眾黨的基礎現在還不是很穩啊 我倒會想要看跟他年紀接近 甚至比他更年輕的新一代的 不管什麼顏色啦 能夠讓台北市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像蔣萬安來說他的參選台北市市長 你覺得他的勝算大嗎 他的勝算在地減中啊 應該這樣講 他以前確實有一些 有一些地位跟那個支持度 從這幾次的事件來講 他沒有很明顯的加分 相對就減分 所以如果出來一個 出來一個中上的話就有得拚了 如果出一個強棒就很難講 好你看看被訪問到的民眾啊 對於這個2022都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他們也能夠講出一套理論來 到底誰推薦誰 蔣萬安比較好 帥哥比較好還是誰比較好 但是沒有聽到我的名字啊 但是我是不是會付出我也不曉得 我一切這個後面的劇本我都不會偷看 人生的劇本不會偷看 但是我要問一下這個雨韶啊 這個現在啊這個行政院長蘇貞昌被問到 說民進黨推薦這個陳時中選台北市長 然後呢鄭文燦選總統 結果他的回應是說啊 當政治人物啊都要努力回應這個選民的期待 就好像爬樓梯一樣爬得不好也會跌交啊 這好像在暗示某些人啊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你蘇貞昌你也夠了吧 你人家你也跌過好幾次交 但是問題你是坐電梯上去的啊 你輸29萬票你都能夠當行政院長啊 對不對 所以說我在想說陳時中 剛剛有講到陳時中 陳時中現在好像變黨內 這個黨內不外 黨外變萬箭穿心 難道這個陳時中真的是2022台北市長唯一的不選 唯一的不二人選嗎 余少您幫我們分析一下 其實非常有趣啊 離2022年的這個大選還早了 但為什麼兩黨基本上都有在朝前部署 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呢 就是因為我們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民調 始終都是啊很慘的 自從韓市長離開之後呢 他就位居盧主的地位了 所以說呢 這個啊 柯文哲啊對這個市長啊都有抱怨 有你在他比較好一點 你一離開了他就原形畢露了 有我在他就不用墊底了是不是 是我墊底 過去你很辛苦啊 對啊撐住啊盧主的地位啦 柯文哲的民調基本上一直都很慘烈 所以說呢台北市政啊 基本上他也沒什麼建樹 縱使他心目中呢有黃珊珊這個接班人 當然也許還有那個姓黃的 我們心照不宣啦 但是呢大家都看到啊 就是說這機會來了嘛 那兩個黨的盤算不太一樣 我覺得會有陳時中的這個議題 是因為相對友台在做民調的時候 去把他呢做對比出來的 因為國民黨比較明顯啊 很害怕韓市長一回來 吹周了繳了局 使得這個佈局呢受到影響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蔣萬安委員啊 上一次啊基本上已經相忍為黨國了 給這個丁市長啊 丁守中前委員一個機會了 現階段呢他害怕這個韓市長回來 把這個整個國民黨的佈局給攪亂了 所以他必須要表態 這是國民黨的狀況 那民進黨我覺得有兩點啊 第二是蘇院長這樣說 我覺得某程度上也是在保護陳時中啦 為什麼因為現在雖然台灣的疫情稍微趨緩 但是呢在後疫情還有防疫新生活的階段 這個陳時中還是要把這個CDC啊 指揮官的這個角色還有衛福部長給做好 因為最近有很多議題跟陳時中都有關係嘛 不論是美豬啦或是口罩的問題嘛 所以說呢讓陳時中太早去表態去回答這樣的事情呢 對陳時中來講也不好 是一種傷害嗎 對民進黨來講也不好 你不要吃瓦來看瓦跟你一樣嘛 對 先把部長 現在媒體都針對陳時中啊 我很怕他就變我一樣 你看看現在高雄市淹水 有誰去問高雄市淹水的問題 沒有人問啊 高雄市淹水淹了一大片啊 陳時中在這邊待會他解釋一下淹水的問題 為什麼沒有媒體去採訪啊 對不對 還不是因為我在高雄市嘛 所以說呢由於過去有這個市長的效應 我說吃瓦來看瓦外 所以說呢把本分做好 恐怕是現在陳時中的當務之急啦 而且呢民進黨啊我覺得人才忌忌啦 要出來的時候呢 我相信過去民進黨如果面對很多人出來的時候 就有一套初選機制 行之有連嘛 不像國民黨啊也許民調高的被戳掉 或是說呢韓市長你忽然進場的時候 使得整個市場的行情大亂 所以國民黨的問題比較複雜地方 是在於人選怎麼產出 這個初選機制是否公平 或者是呢是否能夠為其他人所接受 這是國民黨的問題 我說民家的問題比較簡單啦 所以玉超我就說嘛 我之所以沒有去參加民代會就是這樣 我怕被安排 不是我怕被到時候我又出來的話 被安排被戳掉了對不對 但是我還保有我的韓粉 但是我們是國民黨的一派 這個還是效忠於藍營的 我最後補充一點啦 那我們就持球對決來回答啦 比如說被點名的像林宥昌啊 或是林志堅啊 因為在這個民調裡面也都有一起做嘛 那現階段又是韓國瑜市長你的第二個效應 他們兩個人呢如果到時候要投入選舉 還有點困難耶 什麼意思呢 他們可能要看到最後一刹那 比如說呢到那個登記的最後關頭啊 才有辦法進入投入到實際的選舉 因為現在代職參選啊會被人家炮轟 也就是韓國瑜市長您的第二個效應嘛 所以呢林宥堅啊 林志堅啊跟林宥昌這兩個人本來盤算是 我大概做到剩下半年 我就辭掉市長嘛 找代理市長啊來做就好了 可是這樣做可能會被民調罵 因為過去民進黨怎麼對韓市長呢 現在國民黨或其他輿論啊 也許會針對這兩個想要代職參選的人 所以你可以發現人家問林宥昌 或是問林志堅 他們都說我先把現任的市長給做好 以避免變成韓國瑜 所以說呢民進黨有這樣的考量啦 陳時中呢因為現階段他的人氣最高 居然還超過總統跟行政院長 所以他當然會被他拿來討論嘛 不論是新北市也好台北市也好 甚至有人說他去桃園選也不壞嘛 那是因為他現在是個指標性的人物 而他的民調衰高 絕對都跟他防疫的成功有關 所以幫台灣守住啊防疫的這個關卡 我覺得是現在陳時中部長的當務之急啦 好謝謝這個雨韶的分析啊 分析得非常好 就是這個要做好本分嘛 你看看鄭文燦這個還有這個侯友宜 還有林宥昌還有這個 什麼志堅啊新竹市長林志堅 他們都已經以市政為優先 大家選民都看到 然後呢支持度就很高 那像我呢就是被打炮轟啊 炮轟到民調就非常低 那我覺得柯文哲也是 頭髮稍微笑的 他說他智商157 他就做好台北市政就好了 後面的人會看到 但是你現在交給黃珊珊 一切都如泡沫啦 你看民眾黨都快解體了對不對 不過我要問一下柏伊亞 柏伊亞為什麼2022啊 這個台北市長選舉還那麼久 為什麼一些人都已經跳出檯面 想要爭取這個台北市長這個 這個資格這個選戰 那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竟然主動表態說要支持蔣萬恩 這有沒有在卡誰的意味 這當然沒有啦 先講第一個 並不是所有想要選台北市長 還是你也有願意要選 沒有沒有沒有 我完全沒有 沒有嗎 那你為什麼沒有參加全台會 我有參加 你有參加 我有參加 我們先講全台會 對對對 全台會市長很忙 倉會沒辦法到 對我們這個事先訂好了 對我們尊重 對尊重 當天有的照片說 我們全台會沒有人很空 那是休息的時間 對有人旁邊去休息 實際上人還是來了不少的 那柏伊有去 先澄清一下 我們沒有落跑 再就是 不是所有想選台北市長的人 都浮現出來了 只有重視2022 台北市長這個職務 這個選舉的政黨 才有推出人來 像國民黨民眾黨 我們都有超前部署 但是民進黨呢 相對而言 就非常有自信 到現在不敢問民黨任何一個人 說不管是陳時中要選 還是林志堅任何人要選 民進黨的回覆都是一個 還太早啊 這個等到最後半年一年 我們有機制 我們才會選出來那個人選 代表他們非常有自信 認為台北市長也像他們囊中之物 對 但我們國民黨要加油 先講旺康哥為什麼能夠 讓國民黨很多人 包括我們的主委 都這麼支持 講個最實在的 國民黨最大的傷害 跟最弱的地方是什麼 年輕族群的支持度 非常差 我們之前有做個民調來顯示 20歲到29歲 我們拿陳時中跟蔣萬安 假設一對一PK的話 蔣萬安輸給陳時中 大概八個Percent 哇 已經做過這樣的民調 對 八個Percent 八個Percent 那沒有做過我比對我的民調 還沒有撲上台幣 市長也在參會 沒想到你啦 現在是如果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 就會把你擺進來了 一對一差八個Percent 大家講國民黨還是輸嘛 可是這已經是輸了最少的一個了 以前國民黨所有的20歲以下 大概都個位數差很多 假設塞喀都 就是把陳時中 黃珊珊跟蔣萬安 三位同時一起擺的時候 我們的蔣萬安 只輸陳時中 4個Percent而已 也就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對於國民黨而言 也是個非常現實的狀況 畢竟台北市長 2022我們一定要拿下來啊 之前前八年 被我們的 不是我們啦 被柯文哲拿走之後 其實很多泛藍的民眾 是非常難過跟生氣的 不滿 如果2022我們拿不下來 我們要怎麼對我們的泛藍選民交代 所以為什麼 可以再派丁守中來選啊 因為他上次只差三千多票 這次可以學恥 我覺得可能 有更好的人選啦 如果電視檔 電視檔如果想參選 我們也非常支持好不好 國民黨裡面的人都這樣認為 不要說我在黨外在放話嘛 我們認為所有志之士 想要參加我們國民黨初選 我們都支持 但是我們希望是能夠稍微年輕一點 能夠跟年輕族群 中間選民接軌的是最好 因為畢竟選舉 不是選身體健康的嘛 那國民黨的支持度 可能就三成四成 但是是不足於選贏 單一選舉席次 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選票極大化 把我們的族群極大化 才是我們所作所為 而窩安哥現在也講得很清楚啦 他說他現在還是以立法委員的這個職務為重 我覺得當然是如此 畢竟他現在是立法委員 而接下來離市長選舉還要兩年 他把他立委做好 自然之後市長的聲勢就起來 如果立委做得不好 市長當然就不用想了 那為什麼我會支持 當然還是因為窩安哥對於相對的 中間選民有很大的吸引力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我們國民黨 急需要彌補的地方啦 那當然是韓市長對您而言 不管是我們丁委員 想要選舉的 想要任何初選的 還包括我們羅志強 羅議員 想要參選的我們認為 都是用最好的機制 初選公平公正公開 找出一個最強的 而不管結果是如何 我相信國民黨 泛藍的民眾 這一回都會團結起來 因為勝選2022 對國民黨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台北市 一直是我們泛藍的一個 攤頭跑 如果這一回 再發生什麼意外 那真的是接下來無法 對我們泛藍的選民交代 好 這個是柏毅他在黨內 國民黨裡面 自己認為黨內 有這樣的隱憂 有這樣的看法 那認為我呢 是一個變數 那我其實我自己都不曉得 我下一步要幹嘛 我覺得現在在雲林 那邊 這個種種田 然後鹹雲也喝的生活不錯 可是媒體好像都喜歡找我麻煩 找我這個問話 好像都會有一些新聞 像陳志中 你看看 你少了我的日子 你是不是覺得很寂寞 你看你上新聞的機會 越來越少 你會不會後悔當初 你把我罷名掉 對不對 我說實在 你的爸爸也當過台北市長 你覺得我去 如果我去選台北市的話 這個選項 這個可能性怎麼樣 還有就是說 當初我其實不是想選高雄市長 我是想選台北市長 而且網友一面支持說 我去選台北市長 應該參選到底的話 應該會打趴所有的候選人 你的看法 我想看你的看法 因為你每天都打我 我就想看你 你怎麼說我 市長最後在議會那個施政報告 你有引用說 衛衣銷得人憔悴 一代見寬終不悔 所以我想 自己把辯不是說不喜歡你 是希望高雄更好 所以這個 我不後悔啦 我覺得你蠻有趣的 市長不會不喜歡你 你在高雄的時候 每天議會都SNG車都擺不下 對啊 現在你們高雄市淹水的情況 跟大家報告 有誰在關心 現在只能上鄉民大會 你已經淪落到只能上鄉民大會 沒有沒有淪落 鄉民大會是No.1 所以我是覺得市長在高雄 讓高雄很出名 這個或許也是一種好處 但是這個高雄是血淋淋的教訓 不好意思 請到我們坐在這裡 就是論事 無所謂 台北市民要多注意 你已經罷免我已經不禮貌了 現在說什麼都OK 不是我罷免你高雄市民 你少你那一票我也開心 但你沒有 你還是投下去 台北市民要多注意 這個韓國瑜出沒 會怕怕 包括這個市長 你也有說去桃園選 所以桃園市民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當然民主社會 這個每個人都有參選的權利 雖然這個民調沒有做到韓市長 你一直cue自己啊 說為什麼都沒有做你 但是這個我想 可能也是要天時地利人和 在這個時候 或許你在雲林 閒雲也好比較低調 也未嘗不是壞事 那你覺得我去台北市的慎選的可能 市長你不是說要全國卸票之旅 沒看到你有當中 有啊我第一次餐敘就跟全代會撞起了 我現在後面日期我自己不敢訂 大家都說你要這個 我等一下私底下問博弈 後面國民黨的會議 是到底 市長你開始拉票要參選黨主席嗎 這個可能博弈兄他要緊張 市長我稍微插一個話 市長這個常會就我所了解 不是市長主究 是葉副市長主究的 他也是受邀參加 所以這個團隊要開始這個 重新再集結 所以說是葉匡時想要選台北市長 是這個意思 針對 葉匡時以前曾經當過交通部長 開玩笑他也是國家的任職的命官 我想這個台北市長這個話題性十足 那說真的政治不要說兩年 你就算是兩天 兩個月 兩個禮拜變化都很大 所以現在來做民調或許都有一點早 但是就是看那個風向或是那個趨勢 那確實以台北市的選民結構 對國民黨是比較有利的 怎麼說怎麼說 我們爸爸當時的例子 1998年要爭取連任 那那個時候他的滿意度 黃大洲嘛 那第一次那個1994 現在是1998 跟馬英九那時候 跟馬英九選 第二次連任的 那那個時候這個 陳市長滿意度也很高 可能都七成五八成 但是最後 還是輸馬英九七萬多票 所以我是說這個 或許跟這個市長他的成績 所以你媽媽後面就說 不讓我們當台北市長 我們就去選總統 你看看一聲吟一下就選上了 不這樣是這個是另外的因緣巧合 就是說所以市長的成績好壞跟台北市民 他的一個投票 有時候不一定是正相關 但是我們要提就是說 以現在來講 選民結構對國民黨有利 所以國民黨裡面 大家也是摩拳擦掌嘛 包括舊的人 那新的人 像這個蔣萬蘭也好 羅志強也好 那舊的 你這舊的人不用比來我這邊 我還算是半新舊 你舊了你就去比前面就好了 市長對台北是新的啦 你對高雄是舊的 我也當過這個果菜市長 果菜市長 所以你也不心不舊 不心不舊 所以我想當然國民黨內一定會暗潮洶湧 那最後可能免不了還是要初選 那這個就是大家民主競爭 那民進黨也一樣啊 雖然大家點名這個阿中部長 陳時中部長 因為是護國的這個防疫團隊 所以大家覺得值得肯定 但是他現在是衛福部長 所以在食安這一塊 在美豬這一塊 在防疫這一塊 他現在如果說 沒有把這個腳步繼續站穩的話 也可能隨時如果出錯 還是說走進去 那這個也有影響他的支持度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瞬息萬變 那以民眾黨來講 我想柯P他不會死心嘛 他這個在高雄也派人 雖然算得不好 但是他還是想要試水溫 所以台北市是他主政的 那他一定不會放過 但是如果柯P他的支持度 執政滿意度 還是持續敬培莫桌墊底 那這個也會拖累到他的民眾黨 包括他的副市長黃珊珊嘛 所以這個是連動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局 還很值得觀察 那其實民進黨來講 剛剛這個博益兄說 你講到民進黨 陳時中的出現 會不會破壞你們民進黨接班的T字 陳時中他是一個比較非典型的人物 他本來不是 好我們現在把陳時中拿掉 你們本來民進黨本來2022會推誰 其實我本來就要說 那剛剛這個李議員講說 他們要找比較年輕人才出來 那其實民進黨也可以從這個角度 你們吳英宗說不選了嘛 他絕對2022他是不要 那個時候馬英九也說200多次不選 那最後一條招再算 是 新南大2022又是兩帥對決 是 是 這就是 精采 這個就是 part 2了嘛 從立委一直站到 壯闊台灣 要先壯闊台北 壯闊台灣 從壯闊台北開始 考核都很好 所以就是說民進黨也可以考慮從比較年輕一輩的人才去選出我們的候選人 就是說因為阿中部長能力很好 但是能力好的人不一定說一定要放在民選的第一線啊 做部長也好啊 還是說做閣員也好啊 也很多可以發揮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治喔 有時候要多一點想像 那多一點挑戰跟嘗試 或許會 得到更好的選民 回應的效果 也不一定 像市長你就有很多創造力啊 也要搖酒油啊 摩天輪啊 迪士尼賽 車賽馬 清淤泥啊 對不對 清水溝的淤泥啊 陸屏啊 陸屏 陸燈啊 但是你那個圍爐現在也沒有白 沒關係 對我們數的怎麼說 至中委員 這不能質詢你覺得很無聊 你看看他自己講了嗎 沒有質詢我很無聊 生活也無聊 你看高雄是淹水淹了一大片 沒有人去關心啊 對不對 賣賣我也會質詢 會 我們會同一標準 同一標準 好 那我要問一下韋翰 剛剛有講到 如果這個 國民黨對決啊什麼的 陳時中加入啦 然後這個蔣萬安也加入啦 然後黃珊珊啊 這個可能呢 會這個增加這個蔣萬安 還有 只差陳時中4% 那現在民調出來 黃珊珊只有10% 那10% 這個能夠影響什麼呢 而且呢 看到最近啊 也只有黃珊珊準備好 要選這個2022的這個 這個台北市長 那天下雜誌做出民調 就全台縣市首長的 施政滿意度啊 這柯P是墊底啊 那除了我之外 我現在不是縣市首長 他就變墊底了 那你覺得 這樣會不會拖累什麼 國民黨啊 或者說會影響些什麼選情呢 你的分析 市長你剛剛講那個天下雜誌 是今天的耶 你市長卸任這麼久了 你還這麼關心時事啊 不是啊 因為報紙每天都在看啊 我不得不關心啊 因為我去參加一個參序 所以就被人家拿出來 所以你已經準備好 跟全台會撞旗 你已經準備好 早就知道 早知道我就把國民黨這些 全部拿來參序就好了 好 大家就沒話講了 大家看喔 市長雖然已經離開高雄市 可是心系政治啊 連柯文哲電底他都知道對不對 所以呢 大家很關注韓國瑜的下一步 我先跟大家講喔 剛剛在聽志忠在講的時候 我雖然沒有入鏡 可是我在旁邊拍手了 放下陳時鐘 聽聽陳志忠 陳志忠今天講出經典名劇 以後再等著看喔 剛剛宇昌在講的時候 我就... 對 我先跟大家講喔 來 我有寫喔 那免得念錯喔 第一個 韓國瑜未必不選 不管是黨主席還是市長 還不知道還很久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第二個 陳時鐘未必會選 第三個 吳怡農未必就不出來啊 這三個未必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場第一個 現場韓國瑜啦 韓國瑜去吃飯這個事情 禮拜一我們認識鄉民大會 禮拜一我去衝康 也是我們雅虎的節目 我講到就是 有五個可能參選國民黨黨主席了 後來昨天淺秋有在他 巩固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韓國瑜沒有想到下一步 這個完全沒有衝突啊 因為淺秋是新聞局長是發言 他幫韓國瑜發言嘛 那我是評論員 我跟大家講喔 其實站在政治的立場 跑政治新聞 還有政治圈裡面的人 韓國瑜這場餐會 絕對是有意義的啦 那我們心平氣了 因為我們現在在看我們鄉民大會 網友 有的人可能支持韓國瑜 有的人可能不喜歡喔 那不管你是喜歡或不喜歡喔 哈密瓜有一種哈惠 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你聽聽韓國瑜 怎麼說 因為韓國瑜從6月6號結束 他的這個高雄市長任期之後 到這個9月前兩天 大概9月7號的時候 出去參加那個餐會 9月6號啦 他中間這兩個 這三個月 6月6號到9月6號 難道都沒有跟朋友吃飯嗎 市長你有沒有跟朋友吃飯 這三個月 都是小團 其實是有 其實是有 因為我也知道有 可是 密而不宣啦 一般私下吃飯 像我跟這個 我的好朋友 郭子乾大哥去吃飯的時候 我也沒有發新聞稿啊 可是這場餐會 在極品圈 跟郭子乾吃飯不會發新聞稿 你跟柯萊吃飯就會發新聞稿 我們會戴墨鏡 我們會戴墨鏡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注意聽我講 韓國瑜本身並沒有說 在吃飯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這餐會照片影片都不要出去 低調他沒有交代 第二個 他沒有交代的情況之下 下面參與餐會的人 都勇於貼照片 一直貼有沒有 這個角度那個角度 這邊合照還有過馬路 所以代表他的團隊是 以我們以團隊為榮的 團隊在不遠遊 手機要開 摳得到人嘛 那你要說他跟國民黨分庭抗理 倒也未必 可是至少他展現了一個 他的政治能量還在 我還有個團隊喔 三個副市長坐我旁邊喔 李四川 這個陳雄文跟葉匡時 我是有人的喔 我是有人有兵的喔 林立禪 王潛秋 鄭兆欣 一堆人 所以其實韓國瑜他現在在一個 進可攻退克手的角度 我不是 我在禮拜一下面 待會兒沒跟大家講 他一定選 可是你現在看他這個動作 他選我不會驚訝 因為韓國瑜本來就選 國民黨黨主席嘛 那一次還跟吳敦英選有沒有 北農總經營下來之後 他本來就是選黨主席 只有一萬多票 可是他到全台的眷村去 他的票數少 可是他在網路上面 YouTube的他的那個 參選黨主席的那些證件發表 點閱的人非常多啊 那就是韓國瑜 他對黨務其實是有興趣的 這第一點 所以我說韓國瑜未必不選 那我講的是黨主席 2022的市長還太久 因為跟他有沒有選黨主席 還是要選桃園台北 那個都以後再說 因為還有兩年多 這第一個 韓國瑜未必不選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陳時中 我們去入訪了嘛 現在是2020年的9月 你去錄影大家問什麼陳時中啊 可是觀眾我不要忘記 剛剛給大家看的這個民調 市長很關心的 兩個第一個就是 這個網路的媒體做的民調 我先跟大家講 他做的是9月1號到3號 這個是台北市的國民黨的市長部主委 黃呂錦如 幫蔣萬安宣布他要參選之前的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同樣的民調再做一次 我相信蔣萬安可能還得高一點 因為這個民調大家看喔 蔣萬安37.4 然後這個陳時中35.1 兩個人在3%以內 其實是誤差範圍 其實差不多差不多啊 他講說這樣子蔣萬安贏的不多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三個月之前陳時中民調91%啊 他91%現在有對手的時候 他已經縮回來了喔 陳時中正在消耗中 因為美豬的事情 防疫的事情 防疫的狀況大家緊張感降低的時候 陳時中資助反而也會降低 這是一個存在的 要打仗了大家就很需要軍人 要防疫了當然需要指揮官 可是現在看起來台灣的疫情不嚴重 所以陳時中他的這個必要性就降低 那那個盛林大哥我們再拍一個 剛剛這個市長在問我的 黃珊珊啊 黃珊珊在 對他只有10% 那10%沒有存在感 我告訴大家 10%就是關鍵中的關鍵 為什麼 你看前面這兩個 攝影大哥有沒有看 因為他們兩個的距離不到3% 這10%只要一猶疑 他猶疑的人就贏了嘛 所以其實黃珊珊跟民眾黨 還是很重要 只是說現在看起來 好像沒有贏的可能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的天下雜誌的 21縣市 因為高雄拿掉了嘛 因為換了一個市長 柯文哲不是六都最後一名 他是全台灣21縣市最後一名 墊底啊 第21名啊 所以這個事情對柯文哲來講會有傷 那我剛剛也講 陳時中現在因為 美珠的事情明天開放以後 或許他還會說有點傷 防疫 因為防疫 大家防疫得好 疫苗研發出來之後 他的必要性 跟大家對他的依賴感就會降低 再加上最近這些事情 剛剛雨潮是善意解讀啦 說蘇院長講說 那個樓梯會摔下來 是愛護他 但是有人講說 他今天蘇院長這麼討厭他 不過如果 我們就題外話 我們年底會再談到這個話題 如果蘇貞昌院長是陳時中的石頭的話 那或許這個石頭很快也要被搬開了 所以沒關係 他這樣不會是問題 重點在於陳時中的民調 有可能往下掉 蘇貞昌院長在這個足東 這個疫民紀的時候 結果鄭文燦在旁邊陪了 那媒體就覺得好奇啊 那鄭文燦是接班的梯隊 怎麼新竹的活動 他鄭文燦跑去新竹呢 所以這個就牽連到新竹跟桃園 最近走很近 桃園市長會去新竹 新竹市長林志堅會去桃園 他們其實 然後再加上新潮流 很支持林志堅 剛剛雨潮講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林志堅林又昌 如果要參選 結果林又昌選台北 林志堅選桃園 你會在任期最後的半年 有請假的問題 可能大家會不高興 不過他畢竟是第二任啦 你看第二任的陳菊跟賴清德 也是在最後的最後一年 跑去當總統府議長 跟桃園市長行政院長 這個民眾的接受度 比第一任高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陳時中在現在看起來非常強 可是我們要談的那個選舉 2022還有兩年多啊 兩年多以後 還很難講 如果到時候 陳時中的支持度跟民調 沒有現在那麼高了 我剛剛最後一個Cue的就是 吳英榮也未必一定不出來 他太聰明了 這種時候直接跟你講 我沒有打算要選 是正確的說法 你說啊 不會 我沒有要選啊 可是2021年的年底 到2022年 準備要選舉的那一年的時候 如果吳英農民調最高 合情合理 就要找他出來選 我為黨付出嘛 所以現在吳英農說 我不要選的這個事情 新潮流也要保護他 我覺得對他來講是 最聰明的做法 不代表 2022年的民進黨 台北市的市長參選人 不會是吳英農 但還是有可能的 反倒我覺得陳時中 未必會是台北市長參選人 也許他跑去選新北 又或許不選 這個都有可能的 好謝謝這個韋翰的分析 這個被點名到的人 真的都有可能轉來轉去 或者說不選 最後跑出來選 說選了最後 沒辦法 民調沒辦法到達 也是只好退下來 像我就是一個伏兵 我這一直認為啊 這個我的動向 大家媒體這麼關心我 包括博弈說實在 我們私底下都很好 但是我要他參序 他說他要去參加全貸會 所以說他是以黨為重 那我是以參序為重嗎 也不是 是因為參序早就訂好了 就這麼簡單 不要再講了 再講下去又有陰謀論來了 那柯萊幫我們講一下這個 鄉民有些什麼想法 好啊 但是今天呢說到選市長 相信那個能力肯定非常重要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社交的手腕也很重要 所以呢 這是什麼手腕 手腕 所以呢我準備了一個心理測驗 要來跟大家分享 你們大家可以幫我選一下 就是只要選出一杯 你們現在第一直覺的飲料 柳橙汁 珍珠奶茶 還是冰咖啡 還是漂浮汽水 我是柳橙汁 柳橙汁喔 韓市長選柳橙汁 那我先為韓市長解答 你不能現在講了其他人就 對 對 你要讓大家選 我選柳橙汁是總統的話對不對 有總統命 很快大家選一輪 大家選一輪 雨昇哥你選什麼 冰咖啡 冰咖啡 那韋翰哥勒 我也是冰咖啡 你也是冰咖啡 你也是冰咖啡 那志忠哥勒 也是冰咖啡 那冰咖啡最多人選對不對 三個 他說 你的個性很穩重 但卻過於拘束 給人第一印象有些難相處 但需要等到相處之後 大家才會對你產生信賴 建議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適當的展現笑容 唉唷 這個有準喔 笑一下 韋翰也是來了 來了好多次 才跟克萊爾這個 有點這個笑容接觸 阿志忠也是 你看看從高雄上來對不對 雖然他每天打我 但是我會很喜歡他的 你要養我吃飯 你聚餐要吹我啊 好啦聚餐 好啦好啦 這個以後聚餐 我就要辦這個不分黨派 好不好 這樣大家一起來 好 然後我們韓市長選柳橙汁 他是屬於團體中的核心人物喔 在晚輩中 晚輩的眼中 你是值得敬仰的對象 不過呢 在長輩的眼中 卻是礙眼的存在 需要注意謙虛並禮貌 尊重前輩 哇這個解釋 好準 這就好像我這兩年來的心境 他好準 我在國民黨裡面 我跟這個 大老看你不順眼 大老看我不順眼 結果我擁有韓粉 對不對 我是黨的核心人 那個群體的核心人 這講得太準了 這不是安排的吧 這是正確的 厲害厲害厲害 再來呢 是我們博弈哥的漂浮汽水 他說 你對任何事都充滿好奇心 且勇於挑戰 他人嫌麻煩的事 你也會一手包辦 不過沒有耐心是最大的劣勢 如果能持之以恆 就會對你大大加分喔 好 這不錯 帥哥也是有 但我們也想知道選真奶是什麼 對啊選真奶茶的 來過來 選真奶的是你的個性爽朗天真浪漫 身旁的朋友有不少被受眾人喜愛 但是個性不夠穩重 且有點急性子 容易遭致他人誤會 你們覺得有準嗎 當然準 開玩笑你看 在座的貴賓都很怕你被誤會 好 那柯萊幫我們講一下鄉民有講些什麼意見 好 Jeff黃說 柯市長已失去當初那個 當初大家挺他的那個針 只能說政治的確是個大染缸 回不去了 其實我在這邊要講 我以外人來講 柯市長他智商157 但是他有點太聰明了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你只要回歸市政 把台北市做好其實後面還有的拼 但是你已經跳出去 去做民眾黨的事情了 大家都看在眼裡 這是我閒聊了 來 繼續 好 然後林老師凱好說 韋翰哥有跟克萊爾私下吃飯嗎 有嗎 是要問你們兩個嗎 這問我們 我們都不曉得 我們都在雅虎那邊吃飯了 都吃便當了 對對對 瑞說 請問韋翰哥 衝康黨和克萊爾黨 該如何選擇呢 那當然是克萊爾黨 衝康黨又不是我的 我也不是衝康黨 衝康黨是康哥的事情 是他要去衝 我們是克萊爾無法黨 這兩句話就已經正本清源了 對 漢元說高嘉瑜不受黨的高層喜歡很難 然後我也是 還有人說高嘉瑜去探館長的班 還唱歌給他聽 這個喪事好很快 劫後餘生 劫後餘生 克萊你剛剛那個是說 高嘉瑜不會選市長是不是 你那個留言是說 因為黨不喜歡他 所以他不會選市長 對 可是他現在才第一屆啊 因為第一屆的立委 應該基本上不會那麼快 講話也是因為第一屆 上次本來就想選嘛 有人講說 後來聽手中指數三千多票 結果我們還去跟他講說 你怎麼算算 說不定就贏了 可是第一屆的立委 大家都會丟毒啦 因為大家會看說 台灣現在選民不太喜歡 做到一半跑掉 沒錯 對對對 所以高嘉瑜我也問過他 他沒有打算這一屆就選市長啦 下一次的話 二零二幾 二零二六 二零六 二零六 對 就或許就有可能 然後韋欣問說 不是韋欣說 韋翰哥怎麼可以把郭哥支開 自己去旁邊跟克萊爾拉手手 這意思很明顯吧 對不對 這個我在製作會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跳起來了 沒有 我要郭哥去跟大家解釋他的下一步 然後我跟克萊爾研究我們的下一步 跳舞的下一步啦 誰越講越模糊啦 大家看這個鄉民大會越看越有趣 家瑋說 有克萊爾出來 蔣萬恩可以洗洗睡了 這是克萊爾的忠實粉絲嘛 不敢不敢 佩穎說 想問陳志忠議員 市長不是說 齊邁市長不是說 陸屏、燈亮、水溝通是基本功 你為什麼沒有質疑齊邁市長的贏 這個我們一定同意標準啦 如果說齊邁市長這方面做不好 我們一樣會強力質詢他 強力監督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一樣標準 請教你放心 他怎麼質詢 媒體都沒有看到他們 奇怪 村長說 只有高嘉瑜可以打贏蔣萬安 就看民進黨有沒有智慧了 應該民進黨覺得高嘉瑜怕怕的吧 豬肉大蔥包子說 支持台北海水沖馬桶 現在是台北市長沒人在了 台北市長沒人在了 反正柯文哲也沒在管了 反正海水沖一沖就好了 北城說 黃復興主委寧可兩岸統一 也不願意屈服民進黨統治 然後老楊說 淑媚主播在家裡準備好算盤了 這個 大家知道習克萊爾年紀可以當我女兒了 對不對 我們是工作的好夥伴 但是當事人這樣認為 外界看物理看花 搞不清楚 Jeff說 王世堅對決韓國瑜 如果王世堅代表民進黨的話 我倒是願意跟他試一試 一樣精采 佩穎說 陳志忠議員對於罷免有何感想呢 一代見寬終不回 你看看 我說實在 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我 連我臨別三個月前的那戲話 他都深深的記在哪外 他是民進黨員 你看看 大家多愛我 是不是想忘掉都忘不掉 陳志忠你也不能回來了 我會路過 路過 反正高鐵已經東移到屏東了 我過站左營我不停 瑞君說 郭子乾好可愛喔 演什麼像什麼耶 第一把沒了 那我帶郭子乾跟你說謝謝 講完了 這個 講完 講萬安 我是不是突然又冒出講萬安 應該是代表國民黨 搞不好我這口出就是驚言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要討論下一個話題就是 國民黨全代會上個禮拜結束 引發一些爭議 我們來看看這一則新聞 好好的跟他演一番 把這故宮博物院的保護要回來 國民黨黨代表陳立旭 在全代會上登高一呼 要黨中央硬起來 把國民黨帶來的故宮國寶給討回來 我們抗爭 從此故宮博物院的門票收入 歸給我們國民黨 我們就有收入來源了對不對 對 故宮一年門票收入出估高達10億元 藍營黨代表主張這些錢不屬於國家 應該收歸黨所有來貼補被凍結的黨產 此話一出引發熱議 但黨主席張啟成聽在耳裡有些尷尬 我想黨代表們的發言其實很多元 那這也是代表國民黨內 不是一言塔 當然故宮的財產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那今天我們要認同中華民國 認同中華民國的歷史就是這樣的意義 這蠻有意思的這段畫面 我覺得也有凝聚藍營的信心 在上面喊說這個收入全部歸國民黨 好像失誤也蠻有道理的 我要問一下宇嫂 現在這個事情不只他們這個藍綠兩黨 你來我往 在網路上面好像也是這個煙消位很重 那你看看剛剛那畫面前幾天 國民黨的這個全代會 考忌會跟黨產會 會為了這個小編啊 這個竟然嗆小編說 沒有國民黨哪來的 沒有國民黨哪來這些國寶 那我講好像也蠻有道理 這能夠否認國民黨的貢獻嗎 宇嫂 我們憑心而論啊 在故宮這個國寶部分啊 國民黨大概扮演兩個可以被肯定的角色 但到第三個我就不敢恭維 哪兩個可以被肯定角色呢 第一個叫做保護者 如果沒有呢當年啊 國民政府把這些故宮的文物帶到台灣的話 這些東西呢留在中國的話 文化大革命大概全部都被摔壞或摔爛了 這是第一個 他是保護者的角色 第二個呢他是保管者的角色 雖然在那個黨國不分的狀態之下呢 國民黨還是搞了一個故宮博物院嘛 在後山挖了很深的這個隧道跟山洞 把這些呢寶貝們呢都放在故宮啊 好好做這個保管的工作 但是第三個就說不通了 你過去有保護有保管不代表你保有了 是我自己的資產 我舉一個啊郭市長啊 不是郭市長 韓市長啊 差點穿幫 韓市長一定聽得懂類比 如果有一天呢 下雨天 看我都很想笑 韓市長 我從來沒有看過雨嫂講錯話 有一天下雨天 克萊爾沒有帶傘 結果呢 這個韓市長基於君子風範 撐的傘 護送克萊爾上來 這是不是美事一談 你是保護者嘛 對不對 要這個Gentlemen的這種啊 胸襟嘛 但是呢 你忽然在鄉民大部分他講說啊 剛才這樣的行為是什麼 克萊爾是我的寶貝 回去啊 不僅被加分解罰貴啊 可能啊線上的鄉民啊 就會把 暴動啊 暴動的自小 可能把你分屍 所以說不能把 這個過程 跟這個結果呢 視為一談啊 所以我覺得 我也看到這個 這個是應該是 國民黨中央委員吧 他這樣的發言啊 黨代表陳立序 還是黨代表 應該也是中央委員啊 很多的網民跟鄉民看的 覺得非常非常傻眼 你如果在過去威權時代 黨庫通國庫的時候 你有這種想法 那也就是算了 同時呢 這也告訴大家 轉型正義非常重要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黨產會最近啊 也在佔索爾鄉民 除了呢 跟呢這個不當 黨產委員 這個 小編怒嗆之外 昨天呢 他還加碼演出 我以為 國民黨的數位諸葛亮啊 倒去啊 這個啊 黨產會 或是呢 國民黨相關組織啊 昨天我看到考忌會 加碼演書說 如果沒有國民黨的話 你現在有辦法使用臉書嗎 我覺得這個道理 大家聽不太懂耶 國民黨跟現在大家可以使用臉書 有什麼關係 而且他直接嗆說啊 1450 1450 各位聽好了 如果沒有國民黨的話 現在呢 大家如何使用Facebook 好像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自由 還有我們呼吸的工具 都是國民黨提供給大家的嗎 還是主播客 是國民黨黨員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 國民黨某些 生來人士喔 從過去威權轉軌到現在的民主化 他沒有辦法調適的一個心理狀態 這個啦我覺得為了促進藍綠 對話跟溝通喔 我倒建議有一天啊 我這個綠的人呢 來講過去國民黨 對台灣有什麼貢獻 然後呢 像博弈這種呢 國民黨年輕人呢 來好好告訴大家呢 國民黨過去做的哪些事情呢 可能呢 在轉型正義上 或是在民主發言過程上呢 是可以公批評或是討論的 如果是這樣的對話的話 不是很好嗎 由民進黨來告訴大家 過去國民黨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地方自治 或是經濟現代化 或是呢 反共的立場 是有貢獻的 那由博弈來告訴大家 或是由韋漢哥來告訴大家說呢 國民黨過去 畢竟在白色恐怖的時候呢 無限上綱 限縮言論自由 但是啊 是為了反共的需要等等等等 我相信這樣的對話 就可以打破同溫層啊 也讓綠的人了解過去台灣的歷史 也讓深藍的人呢 了解呢 為什麼現在有人 很多年以前主張 要轉型正義 走過那個228 或走過那個威權時期 過去台灣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跟大家報告的地方是啊 國民黨真的要加油 因為我在學校教啊 中國近代史 也教台灣近代史 我的學生啊 我問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居然 沒有人可以回答出來 我問他說 蔣介石 蔣中正 跟蔣至青 這三個人是什麼關係 因為我想了半天 其實是同一個人喔 蔣介石 蔣中正 蔣至青 是同一個人 都是我們認知中的蔣公啊 或是啊就是蔣中正了 結果呢 現在我教的大學生想了很久之後啊 還跟我講 我知道他們是三兄弟 另外一個人還說啊 蔣介石我知道是誰啦 蔣至青應該是啊 明朝打窩口的那一個 所以啊 這就是現代的年輕人 對於過去國民黨的一些歷史 或是呢 台灣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呢 基本上都不了解的原因啦 所以國民黨要努力的地方是啊 你也必須要告訴大家 公跟過在哪裡嗎 不是只有像剛才這樣的黨代表 講的一副好像國民黨就是家天下 沒有國民黨就沒有台灣 只有最好的方式去做兌換溝通是啊 我們過去的確做錯了一些事情 我們過去呢 對台灣的民主政治呢 也帶來了一些啊 妨害或是災難 可是呢 現在國民黨因為 拋棄過去的包袱 就好像對故宮的文物一樣 朱立倫講的就很好啊 江啟臣的態度一定也一樣啊 我相信博弈啊的想法也一樣 故宮這一些啊 寶貝或是國寶 他是屬於啊 國家的 他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好謝謝 謝謝這個宇曹 但是我說實在 我雖然不關心政治啊 但是我最近從報章雜誌聽到 竟然國二的課本要刪掉三國 以後的人曹操什麼官公 官公我們都在拜 我們這個恩祖公也是拜官公 以後拜官公 官公到底是誰啊 這些都是中國近代史 而且是唐宋元明清 一路傳承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在想只有一個原因 民進黨想去中國化 是不是 就這麼簡單 我現在無官職啊 我隨便亂大明大放 對不對 搞不好我就選台北市 不就是住來台北市啊 好那柏伊啊你覺得 剛剛那個黨代表 黨代表這樣的發言 你有什麼感想 你身為國民黨 那天他發言的時候我不在啦 但是我只能覺得說 我不敢說他無聊 但我只能說他 異想天開天馬行空了 要知道我們的這個 國公博物院 是屬於行政院二級單位 是中華民國國家的 不是任何一個政黨所擁有 當然我能夠理解他 講出來這種話 包括說現場還是有一些黨代表覺得 可能我們被欺壓 被民黨政府欺壓 因為我們的黨產已經被 我們大法官事件 我核縣要收歸國有 很多人不滿意 但這種話 真的是在這種大型場合 說出來對國民黨 我認為沒有什麼加分作用 包括他講出來之後 你就看到江啟臣主席 也是三條線啊 之前還有講說什麼 關於我們很多政策部分 要不要跟對外來討論一下 那也是整個讓我們的江主席 真是大冒火啊 覺得這是什麼時刻了 我們現在國民黨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本土華在地生根 不要一直被人家說 我們好像親某一個勢力 讓我們對年輕族群完全無法靠近 那當然這些黨代表的講法 我們都尊重 可是在這種時刻 我認為發言提案 要更多的想法跟論述再提出來 因為我們整個 你在開會我們練習從9點半 開到下午3點半 開了這麼長的時間 扣到中間吃飯的時間 大概總共開了大概 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大家知道我們開會開了什麼嗎 沒有人care 大家只說 這個我們的故宮博物園的收益 要收歸我們國民黨所有 這會讓大家有種誤解 認為國民黨好像只要錢 好像國民黨只有講一些不切實際的東西 這種東西對我們國民黨是好事嗎 完全不是好事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要謹慎發言 尤其是國民黨現在狀況 這麼不好的情況之下 當然民黨我認為也是非常的過分 剛剛我們的市長講到了 把歷史一改再改 一說再說 那個中國史變成近代史 變成東亞史 越來越偏頗了 大家現在年輕人就在笑 很多人問他們說 現在三國史如果拿掉之後 年輕人你們怎麼辦 你們會學不到三國很多歷史 他們笑一笑他們說 沒有關係啊 我用手遊就可以知道三國的歷史啊 聽林俊傑的歌也可以啊 對 沒錯 都是從一些奇怪的一些 流不習的音樂去的 然後最近有一個很有名的手遊 不是打廣告啦 大家會認為是不是 世界上這個叫魔關語啊 一直不可以看廣告 不曉得真正的三國歷史的人物 到底是如何 到底背景如何 都經過一些遊戲 化開現在音樂來瞭解的時候 會不會讓民眾 真的不了解我們之前的背景是什麼 當然你可以說去中國話啦 你可以說台灣跟中國 沒有任何關係我都尊重 可是這畢竟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我認為該原始的呈現出來 讓我們下一代都知道 下一代來做評鑑 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明顯的民黨政府 在這方面我認為 手腳的一些琢磨過身 讓我們的下一代 到底能不能夠了解到 他們之前的歷史 我們這一代台灣跟中國歷史是什麼 他們都不了解 我覺得這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國民黨接下來 穩扎穩打啦 那個竟然已經都跌到谷底了嘛 我相信好好的做 重新再翻身起來 不管是我們台北新北 桃園甚至新竹 我覺得只要好好的走下去 派出適當的人選 都有可能重新再拿回執政 重新再找回選民對我們的支持 這個沒有問題啊 現在16個縣市政這個鄉政首長 80%還是藍營的嘛 對不對 繼續加油 但是這個去掉這個歷史 我覺得這有點意見 搞不好哪一天就去掉 我是從雲林來的 搞不好也是這樣對不對 針對韓國瑜無所不用其極 無所謂 志忠 那現在大陸網友說 故宮文物是屬於中國的 那如果你們民進黨 這麼不喜歡故宮文物的話 就乾脆整批就送回中國大陸這樣好了 那你覺得呢 你搞不好這個飛彈可能會少幾顆 也算是文物外交嘛 你覺得認為呢 就算把所有的文物齁 70萬件嘛 通通送給中國 也不會撤飛彈啦 可能還會增加飛彈而已 會被當作好像 在對這個天子朝貢一樣 所以我現在終於懂一點齁 那個時候企長 你有提一個政見說要把 故宮70萬件的文物一次展嘛 你還記不記得 有 那可能就是因為你覺得一次展 文物比較多 門票可以收比較高 以後都歸國民黨所有 所以你才提這種天馬行空的政見 我覺得這個是嚴肅的議題啦 那這個當然國民黨的黨代表 不等於黨中央 但是他講這個對國民黨 一定是大扣分 就像馬英九一直在講說什麼 首戰就是中戰 美國人嗆美國人說不會來什麼 對國民黨也是扣分嘛 國保跟這個黨保 那是不一樣的事情 怎麼可以把國保當成黨保 把國產這個國家的財產 當作是一個政黨的財產 這個國民黨不要當媽保啊 認為故宮文物到底是不是 你們民進黨所擁有的 當然這個不是任何黨的 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現在執政啊 817萬票啊 我們就聽你們的講法 郭哥 欸齊長 等一下 郭哥 郭哥 郭哥已經很久沒唱 我的中華民國不惜粉身碎骨 郭哥 我現在先不唱 那不是只有另外一個 這個護宮的文物是國家的財產 這個網友有個妙譽嘛 他說搬家公司 別忘了齊長你這個被罷免 你搬回雲林 那你把家當從這個 你不住官邸住左營嘛 因為你怕晚上喝太多 醉醺醺到官邸被拍嘛 所以你把這個家當搬回雲林老家 那難道你的家具跟家當 會變搬家公司的嗎 所以這個很好的比喻啊 很好比喻 那你要比喻呢 王淺秋才倒楣 丁允公弄出個緋文 他說他曾經在這個辦公室 看到裡面還有一些什麼燒 煙燒味什麼 煙味很濃 對不對 怎麼辦 現任的更慘 要不要住進去啊 後面還有一個臥房 到底要不要拆掉啊 重新粉刷 他說現在在拿那個紫外線燈在照啊 看有沒有奇怪的東西 這粉刷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當然保護這些文物 這個有功勞 歷史上一定要記上一筆 但是就是說把它變成說 黨產變國產 那這個是說不通的 所以也更凸顯說 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黨產會的存在嘛 那我覺得 其實也跟國民黨共勉力啦 好像博弈這個國民黨優秀的新的一代 就算沒有黨產 還是可以在民主社會競爭嘛 那民進黨也一樣啊 其他的政黨也一樣 我們不需要那種千億的黨產 但是在這個制度底下 現在政黨的補助金有其他 我們還是可以公平來競爭 那最後回應一下這個所謂說 教科書的問題啦 剛剛這個市長有提到 我是覺得說這個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把台灣史獨立層測 包括台灣的歷史地理 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性 那確實也留下好的一個影響 像這個太陽花的那個世代 基本上他們就是台灣史 獨立出來之後 受教育那一代嘛 我記得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這個每一個省都要交一遍 每一個這個中國35省還36省 每一個省還叫你畫地圖 我那時候我都熬夜在畫 包括什麼煤礦鐵礦石油 鐵路行貴堆 那這個平漢鐵路 月漢鐵路嘛 是啊 大家背得一千二十 但這個很荒謬 很荒謬是什麼 現在有的年輕人 你跟他說 像我們攝影棚南港 他以為南港在台南啊 北港在台北啊 就是說你對於台灣自己土地 曾文西跟淡水河搞不清楚 但是他長江黃河流過幾個省 幾個城市 背得一清二楚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整個教育政策的檢討的問題 不是說不交官公啊 你如果說台灣也幾百尊神明啊 你台灣所有的神明 都要打一天 叫你下作業 我想每個小孩都哭著說寫不出來啊 所以不是只有說官公的問題 而是說比如說三國史 或者說每一個朝代 是不是有必要像以前那樣 鉅細米移的 當作所謂的這個中心的東西來打嘛 就像說我們也會學外國史 你繼續米移你也不能全部刪掉啊 沒有啦應該也不是全部刪掉 今天你不用太煩惱啦 我去翻一下 我去翻一下 市長我補充一下 我再來補充智中議員 很簡單啊 因為我在學校就是教歷史的 三國演藝跟三國治是兩回事 為什麼要在老師課堂上去教那些子虛烏有 被杜撰出來的寡喜或是說書人的橋段呢 這是第一個嘛 根本沒有什麼 這個什麼三氣周瑜啦 草船借鑒這些事情嘛 三英戰旅步 對不對 像這些東西呢 就交給熟名社會 或是藝術文化者去做詮釋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塑造官公購藝器 曹昭式奸殘 因為過去奴家思想喜歡二元對立 再加上呢 有所謂五輪嘛 什麼叫五輪呢 對皇帝要怎麼樣 對兄弟要怎麼樣 這是一種的意識形態控制的方法 所以呢 課堂上無需要再去建構官公將的神話 課堂上要講的是啊 正史中發生過的歷史 那叫做三國治 那不叫三國演藝 所以呢 民進黨要做的地方是啊 在課堂宮廟上 教的叫做三國治 三國演藝的部分呢 教給啊 以後那個郭子前啊 或是讓我這種人啊 行事有餘的時候 酒喝多的時候呢 或是讓韓市長啊 來跟大家分享 這叫做庶民文化跟教科書 是兩回事啊 不要把過去炮製出來的 我舉個例子嘛 過去當小學的時候 我們還要唸吳鳳 後來我們把吳鳳這個神話給拿掉 因為他是被建構出來的虛構人物 做來統治啊 的有效的工具嘛 所以我覺得在民主化的狀態之下 民進黨這樣做的目的 基本上跟去中國化 我認為沒有太大的關聯啊 從一個教書者的角度來講 第二個我要呼應啊 這個啊 這個至終議員 我過去還是地理跟歷史小老師 我最未備了 什麼湖南省啊跟江西省啊 都有兩個湖啊 什麼倉之原理 相知幹性 長江以南啊 最大的這個鐵礦 叫盤之花 我都還記得 萊羊產什麼 比較有記啊 萊羊產梨子啊 萊羊就是萊羊嘛 所以啊 過去我們都這樣被 背了半天 你現在去問現在年輕人 中華民國最長的河流 他會跟你講長江嗎 中華民國首都在哪裡 他會跟你講南京嗎 這也跟啊 什麼去中國化有關 因為年輕人的生命感受跟成長歷程 是你沒辦法用意識形態去框他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就是呢 過去是以中國為中心 現在呢 我們是把中國當成世界的一部分 這樣才健康嘛 應該是以自己生活的環境為中心啊 現在這不叫去中國化 是因為過去中國就是我們唯一 所以這個時候你拿掉中國的篇幅啊 你內心就會想說你在去中國化 那是過去中國的比重太高 除了中國之外 我們看不到世界 我們看不到東亞 我們看不到我們自己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去中國化 這是一種平衡而已啦 好 這是我的補充 謝謝謝謝韋韶 這個見解齁 的確啦 這個正本清源如果交歷史的話 我們就不交三國演義 也不交什麼孫悟空七十二片 唐山山取經 哪有遇到什麼蜘蛛經啊 什麼這個金葫蘆 銀葫蘆的 白葫蘆 怎麼市場都想到都是這些蜘蛛經 對還有蜘蛛經 就喝酒的時候閒聊嘛 對 好 那這個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個有沒有鄉民要想講 有耶 很多耶 講一下好了 好靜雯說以前也沒交過三國演義啊 有事嗎 Jerry說台灣歷史課以前是交三國演義的嗎 然後王神堅辦公室主任沈志玲說 證明台灣至少比中國國民黨好多了 然後阿忠斗內三十元 他說我建議把行天宮官聖帝君 還有眾神明媽祖那些都收起來別敗了 蘇東坡說 我覺得這些都是時代演化的一部分 很無奈也很真實 很多美國人你別問他英國歷史了 連美國史都搞不清楚 好 好 差不多了 這個大家 這個我們這個節目的特性 就是一個題目上來 大家踴躍的討論 各有各的角度 大家細聽遵 大家自己用嘗試去判斷 這是我們節目最大的一個給大家提供的知識的地方 好 那我們這個節目的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祥明大會已經上YouTube頻道了 更多更精采的內容都在頻道更新 記得要聽柯萊爾的話 按下訂閱鍵還有小鈴鐺 還要記得每個禮拜三中午12點準時收看雅務TV的祥明大會 韓國瑜跟大家來作為 跟大家來作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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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難免偶爾會遇到就是 父母親都不要的狀況 只要孩子跟對方出門 回家他就開始把孩子的衣服脫光光 他就開始檢查 孩子身上有沒有傷口 有小班的孩子就跟我說 小班你可不可以請爸爸不要刁難媽媽 那這小小班的孩子這樣 小班 對 他們遺產會打個三五年是算快的 甚至會打到下五年 是真遺產 是的 關係要打三五年 這個算快的 甚至會打到就是從兒帶 會打到順費 我是曾沃晨 我們是佳世平法官 每週四中午12點半 法官好正就在雅務TV 準時開庭